大家好 我是雷宇 这里是一车在2022东京改装展给您带来的现场报道 那一提起日产旗下的跑车 那很多人都会想起GTR那款超跑 那其实呢 日产旗下还有它的Fair ADZ车型 也就是之前有引路过到咱们国内的 比如说350Z还有370Z这样的车 只不过呢 后来就不引路了 那在这届的改装展上呢 日产带来了全新的Fair ADZ车型 那我身后的这款车呢 其实是在这个全新Fair ADZ的基础之上呢 给消费者提供的一个专业定制版的车型 熟悉日本这边汽车市场的朋友们都知道 这边汽车给消费者提供的一个配件的选择 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所以说今年的这个东京改装展啊 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官方品牌 都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官方的一个 更加个性的套件 比如说我身后的这辆专业定制版的Fair ADZ 它的这个前保险杠可以看到 是和这个普通版车型不一样的 分为了上下两个部分 然后呢颜色呢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橘色 但是旁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远处那个呢 是一个柠檬黄 或者是柠檬绿的那个颜色 那个就是一个普通版车型了 然后在这个定制版车型的侧面呢 还可以看到一些 非常具有个性的一个拉花 和它的上一代车型 我觉得发生了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 上一代车型呢 显得比较的圆润 然后比较的敦式饱满 那这一代车型呢 整个看起来是一种很复古的感觉 包括它的一个 从B柱到C柱的一个曲线 包括它的尾部 车尾真的是和 车头的感觉 我觉得完全不一样 而且包括侧面车身 它的一个轮胎啊 比如说品牌啊 然后一些型号 都直接用这个白颜色的标识 放在这个轮胎上 就非常复古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 聊到内饰呢 这个定制版车型啊 目前呢 应该是一个干净车的阶段吧 根据我在这边的一些了解呢 它的内饰的大致的设计 应该和普通版车型是差不多的 前面有一个三连的仪表 然后下面呢 是一个液晶显示屏 然后这个仪表盘 主仪表盘呢 也是一个全眼镜仪表 我感觉全新一代的这个Fairly GZ车型 它的这个内饰 有点日系和美系车 来相结合的这种感觉 反正整体的这个外观和内饰 对我来说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说到美这件事啊 真的是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它每一代车型都非常非常的美 甚至我觉得 用漂亮用美这个词来形容 它每一款车的话 我都觉得我自己有点没有文化 真的是这种感觉 动力系统呢 专业定制版车型呢 和它的普通版是一样的 采用的是一个 V6的双增压的3.0T发动机 最大功率呢 达到了400马力 并且有这个6速手动和全新的9速变速箱来提供 并且那变速箱方面呢 是有这个6速手动以及全新研发的一个9速的自动变速箱 其实关于这款车 我想说的更多的点呢 是在这个碳中和时代啊 很多的车都是混动啊 或者是纯电 甚至有纯电超法 那像这样的大排量 又是V6的一个纯内燃机的这么一个车型呢 真的是在未来已经是非常非常稀少 或者说第七代的Firley DZ已经是最后一批大排量的纯内燃机的这些性能的小跑车了 最后呢 来说说它的一个价格啊 虽然这款专业定制版车型在日本这边还没有一个官方的详细的价格啊 给出来 但是呢 第七代的全新的Firley DZ 它的一个特别版的车型 800万日元左右 也就是不到50万人民币的这么一个价格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接受吗 ok 那想看更多的新歌信息呢 欢迎下载E-CHAVP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